本地推出首台一站式远程医疗诊所 病人在完成线上看诊 就可以立即通过自助取药机 领取处方药 和现有的远程看诊相比 可以节省数小时等候药物运送上门的时间 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 这台放置在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内的远程医疗诊所 24小时运行供公众使用 患者进入看诊仓后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进行线上看诊 舱内也设有体温剂和血压测量仪等仪器 完成看诊后 患者可以来到这里输入手机上的六维数密码 并且在五分钟内取得药物 药物上会贴出患者需要食用药物的剂量 这里总共有96种不同的药物 主要服务慢性和急性的患者 因为要符合处方药的规定 所以我们的机器要准确地接受电子处方 然后要认证病人的身份 有了这台机器 我们的队员也能够监视 看我们哪一种药出得比较快 也能够定时来这里添药 每两个星期我们会补一次药 永诺市综合诊疗所则在今年1月 启用了全国首台处方药取药机 患者只需扫描自己的号码牌就可取药 根据上个月的使用量 大约有100至120个病患已经使用了这家EasyBox 可减少病患在药房等候的时间 大约从15到20分钟减少到5分钟以下 取药机目前只提供治疗感冒等急性病的药物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 感谢观看